到底水上飛機它的功能是什麼 它真的有這麼好用嗎 為什麼日本呢 好像感覺在水上飛機的這塊市場 是獨佔鏖頭呢 問孝偉哥 真的耶 你看你從歷史上來看 日本上在二次大戰前 跟二次大戰之中 日本就做出了非常多款的 這個水上飛機 譬如說你看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照片 二次大艇 二次飛行艇 這個過去之前是擺在東京 東京有個叫船博物館的地方 船博物館你上去 由上往下鳥看 就看到日本的 川西製的二次大艇真的很大 你看它有四個螺旋槳 四個引發動機 而且它的飛行速度很快 它的飛行速度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就已經能夠大概達到460公里 跟當時日本剛開始進入大戰的時候 那種九六艦戰的速度相比 幾乎可以說是差不多 那個二次飛行艇是改良 日本的川西九七是飛行艇 現在你看到九七是飛行艇 日本為什麼那麼喜歡做飛行艇 首先因為二次大戰前 日本在一次大戰之後 佔領了很多太平洋上 原來屬於德國的那些島嶼 那島嶼跟島嶼之間 有時候它本身可能不夠 可以做機場 所以它就用水上飛機來發展 然後來作於島嶼之間的研究 那個聯絡 你知道嗎 雄威 我們台灣其實還有兩處 當年日本留下來 專門給水上飛機 用的這個遺跡 對啊 有 第一個就在東港的大鵬灣 大鵬灣你到那個地方 你會看到一個很長的一個坡道 水泥座的坡道 就像海裡面伸展下去 那個就是像當年這個 你看到這個二次飛行艇 九七大艇 從海上這樣飛上來 另外還有個地方 我們台北人都可以看到 好 台北都看得到 你跑去淡水對不對 流量到淡水去玩耍的時候 從捷運站一出來到捷運站 那個後面不是有個公園嗎 對不對 現在一個高灘地弄出來 然後你往那個關渡方向一看 你就看到一個坡道 從那個旁邊的樹林裡面 也看得到 就在淡水河 而且那還是全世界 第二個那個 第二個那個水上飛機的那個機場 所以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可以說是用了 非常多的飛行艇 那個包括我剛剛講的淡水 那是全世界第二座國際的水上飛機場 所以就在臺灣就有 可是我們臺灣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已經沒有留在臺灣了 很可惜 而且今天呢 十字今日這個二次飛行大艇 當初在二戰的時候 造了160幾架 這是剩下的這個最後一架 唯一一架 因為都在戰爭中毀壞了嘛 可是戰爭結束以後 你會發現 日本人對這個飛艇 還是戀戀不忘 還是有感情就是啦 飛行艇其實是一種 很浪漫的這個飛行器 因為你看它可以從空中 就像剛剛我們看到那段影片 從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PS-1跟US-1 這是US-1的這個水上搜救機 因為日本的海岸線非常的長 海岸線非常長 你沒有辦法呢 在每一個地方都廣建機場 所以萬一呢 有人在海裡 不管你是落海了 不管你是因為飛機失勢 或是船舶失勢的話 那怎麼辦呢 最快的方式 其實就是運用飛機 定義機先過去 那也就是水上機 它其實我們剛 以前講過MV-22 它融合了直升機跟運輸機 那US-2它這種水上機 跟它之前的前一代US-1 它基本上來講 就是融合了船跟飛機的特性 它可以在狀況發生的時候 迅速的起飛 到那個海裡面起飛以後 迅速的抵達這個目標上空 如果萬一 海上的風浪太大 因為你看即便是飛行艇 它這個起降也還是有規定的 第一你這個浪高不能超過三公尺 也就大概十英尺以下的浪 你才能夠使用 然後另外呢 就是它整個風速啊 什麼也都有限制 所以你看 它也如果到了那個現場 發現哇糟糕浪太大 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你先把窗戶打開 先給它丟救生艇啦 丟糧食啦丟下去 讓它能夠自救一段時間 之後再由那個直升機過來救 如果海上的狀況還好 就可以直接救了 直接下去就救了 其實二戰之後 很多國家也繼續做了飛行艇 像美國的馬丁也做了 像一個很有名的 我們救護隊也用過一款 美軍做的格魯曼的HU-16 這些飛機基本上來說都用過 但是這一次它要把這個PS-2 也就是US-2這個飛機 那個外銷給印度 其實對印度來講 因為印度本身你看 它那個印度大半島對不對 就直接升進這個印度洋 對於印度來說 它在執行這種海上搜救啦 甚至於海上巡邏 雖然說現在日本準備租給它 是這種你看像這種這個 因為日本它那時候 現在用這種飛機 主要都是用在運輸 搜索 還有海上救難 它過去曾經有一款 有反潛巡邏功能的 但是因為它是速度慢 再加上因為又跟P-3的 這個任務有重疊 所以日本上基本上就不用了 但是印度把它弄去以後 如果把它做一些改裝 上面可以比如說 裝一些偵測器材啦 或是深水炸彈啦 或是深水魚雷啦 那對不起啊 就可以拿來反潛做反潛巡邏啦 甚至可以用來攻擊軍艦啦 這個就那個用途就廣泛得多了 不過我們講說 剛剛看到日本呢 因為他們有這個需求的關係 坐水上飛機感覺蠻有用的